509 拼兮兮上面买的博士充机扳手 盖中盖板 没有电池 没有充电器 简单看一下结构 咱们先拆解再体验 首先底部 电池座 挂扣 无极调速开关 正反转切换 型号GDS18V-400 18V 每分钟0-2500转 马来西亚制造 机身序列号 前些天我开箱的博士码道具 这个机身序列号被人注册了 可能是某位粉丝 手机眼快 接下来开拆 顶部还有一个锁扣 机壳内部 无刷电机 调速开关 电源控制板 电池连接座 无刷电机驱动板 上面有散热片 板子上面浇了灌风胶 拧松 自动停机按键 接下来是开关 可插拔的开关 这个是为了方便后期维护吗 品牌为松腾 顶部 正反转切换 下面 6ED 补光灯 现在应该可以拿下它的大帽子了 动力输出轴 下面有个金属垫片 从动力输出转移动 撞击块 弹簧 两颗行行齿轮 齿圈 底壳拿下 无刷电机 中间是它的转子 前后两颗轴绳 来自宁波新大地 前面散热液轮 中间强瓷 内部四块女瓷 外部有导瓷的硅钢片 好像也叫锡钢片 定子线圈 一共六组着组 这个线圈是纯铜的 线圈的后面多了一块电路板 里面有三只霍尔 也就是它的磁场传感器 表面也有导瓷的硅钢片 所有结构看完 接下来咱们装会选 用我码道具的电池体验一下 首先尝试拆这辆拖车的 后轴螺丝 需要用17毫米的套筒 刚借来的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再尝试一下前轮的螺丝 需要用3厘米的套筒 打不动 根本打不动 400牛米的力量呢 还是不够用 看来只能上风炮了 体验完成 有些欺负它了 我觉得后期拆小汽车呢 应该挺实用的 还应该再买一套 适达的工具套装 咱家粉丝有没有渠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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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